《莫斯科行动》由于当时的那个年代 那个年代那个特殊背景 会给这个片子带来一个特殊气质的一个电影 希望我们把这个戏弄得有一些特点 希望把这个90年代的那个世界呈现出来 希望现在的年轻人可以跟大家一起 回想一下以前真实的故事 那我们就开始了 我真没试过这样 以前穿的没那么花 但是我觉得这一次穿那么花 又是另外一种感觉 刚才也是刘老大当年的骰套 现在半年代都用了 90年代的时候 他们身上有一个明显的时代特征 你看我们上车时候打扮的都跟商人似的 小姐麻烦借火用一下 所有人的打扮都是这样的 那个质感的托 对对对对 我第一次在电影里出现反叛角色 这个在街上看到还挺吓人的 他的那种话很文雅 他带了一个一个Walkman 90年代特别时髦 那道发型 穿的都是90年代的 就是一个活道具 这些都很帮助你的表演 真的非常的90年代 让我整个状态很快就可以找到了 有那个人那个年代的特别 然后大金表啊 链子啊 花衬衫啊 大皮鞋啊 这种东西就是很质感 五颜六色 那就是90年代 90年代就是这样 鞋都坐过绿皮车的小时候 就是太复古了 包括那个火车上啊 水壶啊 风扇啊 季节那些 进去之后就让你感觉相信 沃布 飞 太重了 咱们这个戏的这个美术非常棒 包括火车啊 包括我那个公安局都很到位 看那儿火的多好 一半代 然后有一些我们追逐的一些街头什么的 都让我感觉到回到这个90年代的感觉 会让大家再一次感觉到90年代的那个世界 那我就觉得嗯 我们就对了 蛮骄傲的